听到抖音在全球都被讨论到底要不要被禁止 除了是治安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 它被誉为是会让下一代年轻人变得更蠢的可怕工具 有人觉得抖音异想父母白养 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单纯的媒介形式转换而已 所以抖音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不同年龄 不同媒介的创作者与观众一起来聊聊 Ninja手机配件你手机最好的武装 欢迎来到不同文城 今天厉害了我带来了三位支持抖音 跟我们短视频文化的代表 被迫要去转型做TikTok的传统媒体人李欣宜 哈喽大家好我是欣宜 第二位是明天要考SPM 但是今天还是要玩TikTok一下的中学生瑞琪 哈喽大家好我是瑞琪 还有最后一位呢这是我们的物理系科技爱好者 明伟 大家好我是明伟 那我这边呢就有不大么喜欢这个TikTok的代表啦 我们有坚持来自GoodShow做这个优质长视频的文明 哈喽大家好我是文明 毕竟的学生每天都要读书的辩论教练论桓 哈喽大家好我是润桓 以及现在在做思辨教育 以防他的孩子看TikTok变笨的荣森 哈喽大家好我是荣森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大家回到你们的小圈子里 好那我们来开始第一题 谁每一天都有刷短视频并且觉得有意义的请初恋 结果我们是很支持我们的立场啊 不是这个问题有一半半怎么办 我们是很忠于自己的立场的人 It's ok it's ok 什么事情呢你不要做跟我们一起 刷太多TikTok变笨了 因为我最近要考准备考试了嘛 这段期间比较少玩抖音那些 但是在之前几乎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会说 大概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可以到两个小时 对所以蛮久的 这样就是两个小时 对 我觉得要看我们怎样去定义意义这个事情啦 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恰好刷到一些时事内容的短视频的话 那当然当下你刷到那个视频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 但是比较大部分如果是刷到那些娱乐性的内容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内容啦 比如说变装啊整体的美术他们的那些技巧本身 我觉得可以都算是有意义的 目前来讲我的观察啦 短视频确实它主流的内容大部分还是偏娱乐为主啦 就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会比较没有营养喔 好像小姐姐跳舞啊唱歌啊这种视频 我最近要为大家推荐一个新的女团 叫做New Jean 我不知道这个允不允许 但她的歌我觉得非常的棒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可是我个人的经验喔 其实通过短视频 我还是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的视频的 最近我有看到的一个短视频 是我们手机不是有touch screen 然后他就真的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触屏 它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些资讯 然后通过短视频 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了 哦 当然更不用说我最常看的就是新闻报报看的短视频了 好像政治人物的录制可能 我们有分输赢咩这次 我妈也没有跳啊 我也没有跳啊 好像平时政治人物采访的长视频 我觉得有点太浪费人生 对 它其实最精彩的高潮就是它爆开那一幕 所以短视频就可以把那个最精彩的结下来 现在很多人生活都是很多碎片式的时间 那其实没有办法一直用consume很长的东西 那我觉得短视频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了 好 那我们请不认同的 对 针对他们刚才讲的有什么话要讲吗 文明好像在后面觉得这个问题 他已经要开战了 他已经开战了 不不不不是开战的问题 因为我每一天都会刷短视频 但我觉得它没有意义 但人总是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他没有刷什么呢 我刷宠物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刷小姐姐啦 因为他是男人 真的 我没有刷小哥哥 宠物的很好刷的 真的 疗愈的耶 我认同 但真的没有意义 纯粹一个娱乐性吧 我觉得 就是娱乐这件事情大家已经有很多 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谈这个课题是讲下一代的话 那下一代其实 你们不是只有娱乐吧 就是可能还有更多可以让你们习惯去思考的 那我觉得刚刚他们三位讲的我都很认同的 包括碎片花快速娱乐性 但这些东西恰恰好就是没有办法建构我们能够 能够完整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客观的看一件事情 跟最重要的那一个 耐性 人没有耐性这件事情 不管什么年龄层 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你都可以掐嘴的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先讲完 我讲完 果然又有耐性 对 一段视频 我会转视频代表 其实我也是每天刷的 甚至刚刚在等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刷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你问我 我刚刚刷了什么 其实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我大概就觉得它是一个娱乐性了 但是你告诉我说它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多的 一些比较小的年纪 像17、18岁他们是 那个视频在他的手机没有超过两秒就过 两秒就过 他就两秒就过过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东西 可是大家就很喜欢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意义这件事情很见仁见智 因为好像刚刚对面他们讲 比如说好像我在网上看他们变装 或者是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一种浪费时间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还在读书 所以一整天上学下来到最后剩下晚上 可能那30分钟的时间才是一个你真正觉得 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然后好好的去做我自己想要做东西的时间 所以那30分钟即便刷一些比较搞笑的视频都好 它让我觉得今天终于有一个放松的时刻 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其实因为可能大家对于短视频的刻板印象 就是觉得说他就是那些博主在划众取宠的手段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时候我follow Lucas的Instagram 我看到他post一个reels 我们没有输赢的你知道吗 不是 好像他post 是关于可能最新BBK影片的其中一个段子的片段 然后我如果刷到那个片段 我就觉得这个段子特别搞笑的话 那我会去特地去看那个影片 你会哦 我会但是如果我觉得 我觉得你应该是少数 你真的是少数 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段子不是特别好笑的话 那我可能这一期影片我就不会去看了 你有没有这样我问你一个问题好 应该没有这种影片 没有你最长的影片 可以看多久 可以看到40多分钟 我觉得还是少数的00后 会看短也会看长的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真的都没有太多耐心去看长的 因为真的我觉得很多现在是看短视频的人 更小一点的 他们可能现在34岁还是小学生 他们已经在习惯了这种快速 你看他们的没有耐性的 是真的 那个没有耐性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恐怖 因为他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情绪可以好好的沉淀 然后不单只是小孩 你懂吗 父母也一样的 他们一整天做工会 他也很累 他也想要轻松 你懂吗 然后看的视频全部 你看我们BBK GOOD SHOW 做几十分钟那种东西 你没有啦 你不同啦 你很多人看啦 你懂吗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去research 去做 然后大家就觉得好长喔 不想看 然后就去看那些你知道 结果这个东西就会变成 演变成你自己在生活当中 你没有那个耐性 其实这个东西它很小 但是它无形中真的在影响 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一些小朋友 我想补充一点是 除了没有耐性以外 像刚才瑞琪有提到的 你会看了一个15秒过后 去看它的完整版 但大部分是看了15秒过后 就以为自己懂了这件事情 真的 他就不会去看那15秒 然后就造成很多的误会跟误解 他是在破坏艺术吗 你觉得 把长电影浓缩成短片 以前会有喜成转合 现在你只看见才瞬间 我觉得它不只是破坏吧 它有扭曲本意的那个 你没有去品尝一部电影 跟鉴赏一部电影的能力了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 你不觉得吗 那以后谁来拍电影 谁还有那个耐性跟那个细腻度 去拍一个片子 一个三个小时的片子 然后你30秒这样玩 你明白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太可悲 我这里可能补充一点 我觉得这真的很取决于 我们各自接触的朋友圈 像是我之前也是有说带辩论队 那可能还是有接受到一些00后的学生 可是我的观察是 我不觉得他们 因为有了短视频平台的出现 他们就只从短视频这个平台去 获取他们的资讯 就我的观察其实哪怕是Netflix那些Documentaries 或者YouTube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Content Creator 他的内容的长度其实是越来越长的 哪怕他的受众是00后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任何的群体 只要一接触的短视频 他必然他的耐心就会被磨灭 可能只要有恰当的引导 像是我身边看到的这些同学这些朋友 他们还是可以说区分在比较有比较短的闲暇时间 是划短视频 但有比较长的线下时间 他一样会去获取可能 比较多资讯量的内容 他会跳着Fast Forward的 他会打蛋了 他会两倍数之类的 另外一个内卷是真的是一直在发生的 我觉得是因为短视频跟 就是视频类的内容越来越多 就大家的技术美术所有东西都在提升 就是平台增加平台的竞争 当然这不是短视频的功劳 我只是觉得大家的鉴赏 上面好好的事件也是进步了 我们短视频是为了填补碎片化时间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下一代是 他先填补了他的所有时间过后 他才做他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类似龙神说 他刷短视频他刷了两个小时 但是他这个已经不是在填补他的碎片化时间了 他的娱乐至上 他现在把他开心的事情先做好了 所以因为你的开心当然有意义 但是如果这个开心的意义 它去挤压到其他你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 做功课的时间啊 甚至你睡眠的时间啊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意义反而相对的 它其实变成没有意义了 确实很多人我们看短视频 我们都把用户只当成内容的接受者 对 可是尤其是TikTok出现过后 尤其对00后 其实他们在TikTok的参与 是一种内容的输出啊 传输者 你会看到普遍00后 因为这种从小 他就习惯于在大众面前去呈现自己 或者说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会比较敢于在私生活里 也告诉大家他觉得对的事情 好像有一个笑话 是不是讲 有一个不合理的老板 然后他有三个员工 然后80后面对他 就是默默忍受 然后90后面对他默默辞职 00后老板看到他 老板自己默默离开 整顿职场 对 因为他知道说 00后一看到不合理的事情 一定会怼回去 那这可能也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改变 而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改变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好 那我们这个第一道题目的讨论就在这边 有意义 很有意义 我们希望大家先回去自己的小圈子先 你知道吗 其实刷短视频最重要是什么 手机 对没有错 所以手机要怎么保护好呢 当然就是要用 我们的NINJA手机配件 给你手机最好的武装 传输数据要很久 充电速度总是很慢 别担心 总是为你带来Premium Product的NINJA 今天又要为你呈现另一个家座 SYSTAR Cable 他们家的这一款 SYSTAR INFI Cable的数据线 里面有超多的接头 Micro的啦 Type-C的啦 Lightlink的啦 都有啊 不仅具备3A快速充电 还有480Mbps的数据快船 布衣编织的风格 用起来还蛮耐的呢 还有这个SYSTAR Cable的 Intelligent Power of Data Cable 有Type-C 有Light-In 而且这样你charge 满电以后 它还会自动断电 可以很好地保护你的电子产品 其实我们的Production Team 出去拍摄也非常喜欢用它 不管你是要充电 还是要上传文件 都非常的方便又好用哦 暗示的话呢 我相信你会喜欢这款 Firefly Armor Fighter的Cable 除了有尼龙声的编织 还有金属材质的接头 真的是又酷又帅又耐用 同样的它也有Type-C Micro以及Lightlink 还有SportWord的快充 操船呢一样自动关电啊 还有很多种类 所以最重要的是 所有Sistar的Cable 都有一年的Warranty 售好你的Receive 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来换 对我们的Premium Product 有兴趣的朋友们 记得赶快到你附近的Ninja 宪布了解详情咯 欢迎回来 那我们继续要问第二道题目 谁认为短视频文化会让人变笨 请出列 我变成Betrayer了 我觉得短视频的确不鼓励思想 就是整个社交媒体的设置 它是很鼓励连接性 连接性就是我认同这东西我Share 但我Share的时候 那个可见度就更高 可是它不鼓励感受性 就是如果今天我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短视频是没有这个空间的 所以当人越没有能力去感受 跟去找真正的答案的时候 它就会变笨咯 所以就是讲 它比较少让你有机会去 自己找答案 对啊 它都没有空间 它都没有问题的 它全部是Pose Question Yes or No 就是它Feed 你 对对对对 它没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学什么东西都好 它需要一个过程 可是短视频是没有这个Cycle的 它来就是那个东西Feed 然后过过过过过 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让你的脑袋 或者身体去接收那个知识 你没有那个接收知识的那个过程 认知吸收练习 对 你没有那个循环 然后你就结束了 然后就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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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有很多人发现很多 刷了两个小短视频 问他你看了什么 不懂啊 那就是耍废 这个就是一种你变相变笨的表现啊 对我来讲 你明明可以用那个时间 哪怕你去睡觉 然后你第一次醒来 至少你做的东西是有效率的 我刚在意 看在意 看在意人家熬夜这些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受害者 应该知道 可能他老婆里面刷了 第二天就发出去 不要熬夜他 不要熬夜他 不要熬夜 我有个子儿三十岁半嘛 然后第一次带他去那个 我家外面的Play Girl的时候 他站在那个华体前面 他不懂怎样办 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看 平常他看的那Vlight & Nikki TikTok Kid 都是在过家家都在玩玩具的嘛 但是他到现实 他第一次面对那个现实的时候 他反而不会玩 就是因为 那毕竟他中间有两年MCO嘛 就是他在电子产品的时间 远远多运他来现实时间 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滑梯的时候 他真的是不会滑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你看了 你以为你会了 但是其实现实上 其实你是不会的 所以 你还是要一步步的去带他 怎样爬楼梯 然后怎样坐下来 然后再滑下来 才是那个 他才会真的开始 然后过后 当然他过后就开始会玩了 短视频 我们做creator都懂 你不是短视频也好 你一定是要 有那种punch line 的 然后短视频不只是punch line 你还要有很多那种剪接 还有那种音乐BGM 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东西 就是 现在人接收东西 他就是 你不要跟我讲 要看这样久 我总结三个点给你 就那三个点 然后除了那三个点 没有别的点吗 他们不会想了 然后我发现到 这个状况再延伸下去 会怎样呢 然后我最近看到那些广告 是这样子的 我跟你讲 下一个世纪 就是短视频的世纪 你知道吗 非洲有一个黑哥 他说短视频 到了几一百亿 非洲这样多人 这样多个黑哥 只有一个 然后你不要小看 这种这样的广告哦 然后它下面就会讲很多 我告诉你 你没有学历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没有有千八八 没有妈妈 你不要紧 你也可以支付 这种东西你不知道 多么的手动 我自己听了 我都觉得 哇好嗨喔 我想去看一下 但这一种是什么样的 一种思想灌注 为什么会有打工卖租载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不懂的 这种叫浅移默化 这种浅移默化是让你觉得 我就算不用脑去思考 我没有这个学历背景 我没有这样的资源 我没有这样的实力 但我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怎么 我不懂 他讲事就是哦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短视频 让你麻痹了你的那个 思维的模式 然后你就很轻易的就相信 简单来讲 就是短视频 塞不到完整的讯息 去让你看到全部面包 它不容许完整 所以它 对 它只能片面的信息 然后它加强强化那个情绪 就很容易让你 扯掉你的情绪 我们的心理学 有一个东西叫 延迟满足 就是有一个是 有两群小孩子 一个我给你糖果 一群小孩子 迫不及待马上就吃 一群是可以等到 然后就指定时间结束再次 第二群小孩子是 proven它可以承担更多的思考 做更好的工作 以后有更好的成绩 那么我觉得短视频 就是一个 没有延迟满足的习惯 就是你不能够等铺垫才到punch 你要每一层都是punch 好 那我们请出 很久的朋友出来 告诉大家 短视频怎么让你变 来 下一代代表 首先是刚刚有提到就是 那些博主他们会 比如讲夸张话 或者是那些BGM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其实 可能传统媒体他们 之前有 对 就是好像一些标题党啊 还是什么 他们也会通过很夸张化的标题 去误导那些民众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不全然是短视频的本质 比如说好像我在刷抖音的时候 可能那些中国的媒体啊 他们会有自己的抖音账号 然后他们会发布一些 可能当时候非常热门的一些新闻 然后那些新闻特别是很高赞的 可能有五百多六百多万的赞 然后当我刷到那些视频的时候 我是会去分享给我朋友 然后我们会去讨论这件事情 哇 没有哦 但是我觉得 有思考能力的那个领导 对 有在想 试试看 那个是考的问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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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新闻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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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其实反而更多时候是 我再去跟他们分享 比如说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啊 俄罗斯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最近看到的三个series的议题 我最近在考试 所以没有刷短视频 这个也是我想问 就是大课版影像是抖音 那都是跳舞啊 这种视频 其实有这样多 像你们讲的多元的视频 之前有看过幾份资料 就是他们是说抖音观感 担注度最高的排行 就是排行前几名都是中国媒体 这是知识型的吗 对 知识型的那些播主 反而娱乐型当然也占很大一部分 但是反而是在他们的 Top the list 里面是知识型的 我个人看这个问题 大家普遍犯了一个错误是 我们在导国为因 并不是因为人看了短视频 所以变笨 你这个笨的他去看是吗 哈哈哈哈 我是 真的 地图很好 要用比较好吗 就是说人们平时缺乏动脑的习惯 所以自然在短视频平台上 大家划的内容可能就倾向于比较 呃 肤浅 那这个问题如果你 追根救援 短视频它是用演算法 去给你做视频的推荐的嘛 那么自然它并不是在引导你 它其实是在反映你 个人的喜好和个人的这个知识的深度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现在短视频其实还比较像蓝海 就很像以前的YouTube YouTube刚开始的时候 上面也是很多没有营养的内容 比较没有营养的内容 或是prank啊 那自然我觉得随着平台的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比较资讯类 或者知识型的创作者去进驻 可能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觉得是 短视频但是它是很好的 可以去促进我们思考的 不可以不可以 哈哈哈哈 就是如果去发掘还是可以找到这些促进我们思考的内容 我觉得是矛盾啦刚才的繁华 因为他不断地去说我们希望大家夺阅读 他都是正在做的叫做降低看短视频的时间 哦哦哦哦哦哦哦 他的潜台词也是赞同哦 他潜台词是认为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短视频上 所以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在短视频道 他不断地介绍几个好的 例如BBK Network之类的 然后叫你去看他的长视频 他们目的是希望让你按里面的link 去到你们的那个产文章 你不可以每个当年你都讲笑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真的很笑 所以到头来其实也是在认知当中是 你要接受某个姿势 你只要短 那个姿势就没有办法沉淀 当东西不沉淀就过掉不沉淀就过掉 你怎么可以让他被记起 我这里补一点 其实这种碎片化或者比较短的娱乐形式 一直以来都有的 你看以前的话我们也会有四个漫画的 或者说鸡汤散文的嘛 他只是说因为科技的进步 我们有了智能手机 有了人工智能推荐 有了更容易的剪辑video的方式 他只是把一直以来就有的 各种碎片化的娱乐方式 转到一个新的平台上罢了 那如果以前的四个漫画 或鸡汤散文 不会影响你吸取长资讯的那个 你的那个欲望的话 那我觉得短视频的这个问题 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去被规避的 这里就有一个破绽了 因为我们讲漏了一个东西叫演算法 演算法是万恶之源啊 他就是一直推你那些 你喜欢点过一次赞 那种没有赢的东西 又一直推给你 可是四个漫画不会这样也推给你嘛 你还是会主动去选择那个东西 那这个我觉得是想问 像我以前买书 肯定只买我自己喜欢看的书 对 可是书的那个媒介体 一直以来都是鼓励你思考 就是那个媒介本来就不一样 之前有讨论过一个遍体 然后到最后得出的答案就是讲说 为什么人看书是比较聪明的行为 比较看video 因为你看书你是用主观能动性去 去看着那个字 你才可以从里面capture出来 你很像在抓一条鱼出来 可是在你抓鱼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有很多思考的空间 对 很像我们看电影 为什么有一些地方它需要让它留空白 其实它就是给你去感受跟思考的空间 可是video是把那个鱼丢到你脸上 其实就是喜欢阅读 喜欢看长视频的人 即便短视频出现过后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去看的 只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原本 就对于阅读没有兴趣 或者是关注时事没有兴趣的人 可能反而短视频的出现 才起码让他们接触到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还不至于辨本 因为它没有一个倒退的体现 它只是没有像我们想象进步那么多而已 对 然后关于那个演算法 其实我觉得在没有短视频出现之前 我觉得可能在我的 比如讲我的生活圈子当中 我的父母啊 我的朋友 都是和我价值观很相似的人 所以我觉得反而有了 比如讲互联网啊 社交平台 甚至是短视频 其实它确实会有大数据推算 给你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同时它还是会给你一些 比如说跟你价值观 有冲突的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国际时事 你没有办法通过现实生活 接触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从打破同文城这个问题来讲 其实有了短视频 其实也未必是一个 把你更加巩固在同文城 我这个完全反对 我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打破同文城 跟我的音箱不太一样 根本就是把同文城更缩紧在一起而已 抱在一起 好啦 我们来最后再请大家回到我们的小圈子 好的 那既然你在看长视频就记得按一个赞 让我们有动力做更长的事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题目就是 谁认为短视频文化是大势所趋 媒体都应该去迎合 谁认为媒体应该去迎合这个Channel 请出列 好寂寞啊你 为什么明知道会让你变笨还要做 为什么媒体应该要迎合 媒体就是要迎合大众啊 不是要迎领大众啊 啥啊 那我们就这样遇到人做了 谁不挣扎呢 我挣扎了很久 我其实基本上从传统媒体走去网络媒体 我都已经是一个挣扎了 然后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人的那个招播性 因为人难免有些时候就还不想思考 工作忙完了一天 有时候你就想放松个 放松个一段时间 但是然后短视频是完全能够贴合 这方面的那个需求的 所以我觉得短视频 所以它一定是流量 毕竟流在那边 所以它还是会增加的 大势所缺 像你们刚才的对话 其实就很好凸显 为什么大家要去做短视频 因为它就是一个 大家现在眼球要追求快速的一个过程 然后如果做媒体的 没有去这方面有涉足 没有在里面有自己的一角的话 你可能就渐渐被其他媒体给挤压了 那举例而言 像一些媒体它既有做短的 也有做长的 那它就有 就有办法把流量带过去 它那个长视频 可如果你只在你长视频的世界里面 那你要怎么不光你自己 我觉得做短视频是 一个他们得做的事情 他不喜欢做也好 他都得去做这件事情 你懂啊 我觉得媒体还有一个很大功能 是update 就是我跟你跟进发生什么事情 新闻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跟你讲 现在我们发现多少未灾民了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完全是可以用短视频的方法去做 完全没有compromise 掉任何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媒体一定是要这样做的啊 因为新闻就是要快速update很多事情 那我就可以通过短视频 也不用长篇大论地跟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说不定我已经知道了 我只是要知道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这样我就觉得就一定要做咯 可是媒体不只是报信啊 那电影导演呢 他是不是也要 应呢 我觉得也是要的 我最近看那个 独舌大壮他的一个一分钟的访问 我就觉得一分钟而已 我就很佩服这个导演了 你就反而就想要去看 对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要表达一个人多么厉害 真的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你一个眼神都可能会好笑 如果你的本人不好笑就真的是不好笑 你懂卢卡斯 短视频结合了所有的 现在大部分的那些流量啦 所以一些需要流量来工作的一些群体 可能他们也是需要通过短视频来 得到这一部分的群众 所以我觉得 他需要通过短视频来 他需要去迎合他可以跟他共存啦 但是他不需要完全摒弃掉他之前做的那些东西 我们就请 因为我是跟你在一起的这一题 我不否认短视频接下来会越来越火 单纯是因为他现在还很少人参与 单纯他是蓝海 但我觉得视频领域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多样化的形式 短视频有他的局限 现在我们大家也讨论到很清晰了 他时间短 复杂的内容没办法传达 那我个人看到的一个现象 YouTube 很多像我刚刚说的 虽然他是以00后为对象 但他最近的很多视频的长度 是在越来越长 中国很多综艺节目 一个小时啦 或者联系剧 很长很长时间啦 也是大样的00后去喜欢 或者去追捧的 那 短视频和长视频 对我来讲 未来应该会是共存的 那如果是一个视频创作者 可能真的不用说 就只一昧的 投入到短视频的赛道上 认同啊 我觉得不是只有 我不认同只有短视频有流量这个手法 你看现在最赚钱的行业 依然是电影行业 票房几千万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 如果Camellon刚才有讲 我不拍短视频 大家就会把我的东西遗忘到这样子 没有 我们这一代人还在 我觉得下一代人没有了 只有下一代人可能不要看电影了 下一代人还是会需要看电影的需求 你拍拖你肯定要在看电影的嘛 没有 他们拍拖 跟他一起都没说 你还是这个年代 没有 他们的年代可能没有了 这样我觉得 他们后面那种年代可能也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上一个年代 对下一个年代人的面试 以前也是有讲过电视出现 书本会没落嘛 但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 但书本也真的没落啦 我觉得它有转化形式存在 但它并没有 因为它不是唯一 你从唯一到有多元竞争 你会少是肯定的 但不代表因此 就表示这个新出来的东西就不好 并且挤占了这个东西 没有 我觉得不能否认的是 现在社交媒体的Player 都在注重这件事 你看IG Reel 它的后面的操控的人 把它往前推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忽视 一个长视频的流量 跟一个短视频的流量 在同一个平台里面比较 你就知道 大的Player在推 YouTube也在玩 Shorts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才是 共存没有错 可是现在大势所趋是短的 好 好 那我们再请大家回到小圈子 好的 所以先记得按赞 然后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题 谁是认同短视频文化 在图读我们下一代的 请促列 没有人 为什么这样慢呢 三位 要想一下 其实我真正觉得最大的一个杀伤力 我还是要回到去那个点 就是耐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就是那个生活习惯 什么都要快快快快 你没有办法慢下 你没有耐心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年代 都是一个很大的图读 我觉得 像看来他们对面说的 就是说看你的教育和你的引导方式 其实很多时候 当你发现你需要教育和引导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 它有坏和有好 而且甚至很多时候 你需要引导越多的时候 代表说它的坏处其实是越大的 所以你才更需要把它 就是放大它的好处和简谍它的坏处 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 我还是觉得那个 那个什么思考 缺乏思考是这个短视频所欠缺的 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娱乐效果 它发展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成为做一个教育意义的视频来说 我觉得它很难去 真的是个长视频来做比较 短视频其实没有需要讨论它 有没有荼毒的这个问题存在 而是现在短视频它的入门门槛太低了 它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随时都可以赌博的那种状态 你随时都可以去做到某一个 让你很娱乐 很开心 很放松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长时间都一直沉浸在这种 随时可以娱乐的状态下 那我们都懂人是喜欢快乐 跟喜欢娱乐 跟轻松放松的 而你的时间很多时候都用在耍费的情况下 而耍费 让你成为了你的一种很主要的放松方式 你还有这个心思跟动力去做别的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它荼毒在这边在于 它降低了我们对于追求快乐的这个要求 你可能只是追求嘻嘻哈哈的这种快乐 以前是追求成就感 这边补充一个小点是因为 之前我们马来西亚两年MCO 其实很多中学生是在家上课的 我跟一位老师有聊过 他们面对一个状况是 这些小学生来到现实当中 他才发现到很多东西他不会 其实很多事到现实当中不会跟人讲话 他不知道而且他有社交恐惧 然后发现到上课是需要40分钟 虽然他那个他在zoom是需要上40分钟 但他其实没有在那个zoom前面 他在划他的短视频 他才发现他真的需要坐在班上40分钟 一堂课40分钟一堂课 然后打钟下课了你才能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他的荼毒是结合了我们 又有一个MCO这样子长时间在网络世界的一个背景底下 他其实伤害性是很大的 对于在开始认知时的这个阶段 就已经是短视频时代的人来说 好 那我们请另外一方出来 没有荼毒的 其实如果我们说看科技 任何新的科技的发明 永远一体两面 核能技术发明的时候 有一位科学家叫Richard Feynman 他讲核能技是我们人类通往天堂的硕士 也是我们前往地域的通行证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掌握这个科技 以前我们印刷术复印机刚出现 也有这样的言论 他讲你少了去抄写这些经文的过程 你就不会这么记住那个指示 所以零零后你们都会变 就是跟你面对模样 你没有自己去看 你就没有记 他就骂你们年轻人会变笨 没有错啦 面对一个新科技 我相信重点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掌控和规避它的坏处 如果这个科技还是在我们掌握范围内 那它就绝对不是一个会摧毁我们下一代的一个新的科技 但目前有在掌控范围内吗 我觉得是还有在掌控的 我们零零后还有很多伟大的成就 就年轻一代被上一代说 成名的零零后 其实结果论 结果论 对这个结果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说当代的零零后 仍然有许多它在学业领域 仍然可以达到很好的成就 或者像刚刚提的社交问题 我们要思考 不一定是短视频带来的 毕竟现在是COVID 它可能是MCO行动管制带来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没有短视频的世界 他们反而会受到这个行动管制的影响更深呢 是有很可能的 其实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通常在网络上看到那些视频 更多都会是一些比如讲中国 他们那边在分享自己的生活 然后很多那些很高占的视频 特别的就是他们一开始很惨很惨 然后他们怎样奋斗啊 怎样努力怎样蜕变啊 然后到最后成功 虽然看起来可能有一些是剧本啊 但是 也因为很多这样子的视频 让我们了解到 了解到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 不是我们这样天真想象的那么美好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以前它确实是很美好很虚幻的一些内容 但是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它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 在跟我们分享一些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接触不到一些 比较残酷的现实啊 或者是别人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 你看过最残酷的是什么现实? 我看过一个是 好像就是那种孕妇啊 他们的老公出柜啊 然后自己在家很辛苦带孩子 那一种 就是 没有 但是他们 这很常人 对对对 这很常人 对对对 好 我赞成说内容之间 其实它有在抗衡的意思 我觉得其实它只是一个平台提供多元的声音 就是大家有一个发声的管道 那 不至于荼毒 可是需要管制 就是一定要家长的管制啊 还是怎么样的一些控制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体嘛 你看是怎么样用它 只是现在我觉得 所有的新媒体的发展 它都有那个抛物线的 它可能现在还没有去到最高位 可是它始终有一天会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它不至于会荼毒下一代啦 曾经呢 我在看这个亚里士多德 还有讲说快乐有分不同的层级 也就是讲说 如果你今天快速的享受到一个短视频 可能是最低层级的享受 可是 比方讲 有高层级的享受是什么 比方讲 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成就感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用低层级的享受 去填补我们内心空虚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追寻 比较高层次的这些享受 它根本不是一个冲突 我觉得 就我也有享受着我短的快乐 也有享受着我做talk show的快乐 它根本不是一个冲突 我个人是这样看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都很喜欢歌颂苦难 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容易过来的一辈人 我们会看不惯我们年轻一辈很容易獲得东西 他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天上掉下 你不会整形 你不会吸收 他一定没有我当年辛苦 愤怒获得了 所以你print的书一定没有我手抄得好 你看到一瓶一定没有我翻书的好 你看到短视频一定没有我 我看这么久的东西获得得好 但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真的对叻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结果 因为现在的下一代还没有真的成长起来 可是我从我个人是更名为 我觉得看科技发展的旅程 你讲我们是结果论 如果结果都不至于论真 那你要怎么来去论真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害 确实他讲过我们有浅层次的快乐 和高层次的快乐 可是我们要思考 如果一个世界只剩下高层次的快乐 而没有了所谓比较浅层次的快乐 会不会也是一个很可怕很枯燥 甚至很挑战的社会 永远不会的 因为金字塔是 我们也不要忘记在亚历斯多德的年代 是有奴隶制的社会 所以这个就可以反驳他社会的话 哪怕人只一昧的 他是奴隶主啊 你怎么听他讲话 社会构造不一样 只一昧的崇尚理性的社会 可能它也会牺牲掉很多人文的关怀 这种所谓浅层次的快乐 我觉得它也有很重要的这部分 促起你对人家的同情 抒压 最简单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些件事 好 那我们很激烈了 那你平时是看什么视频的呢 你赞同到底是内容含量重要还是讲说 什么意思 就是爽一爽比较重要 你看他已经分裂了 已经在裂了吧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 记得留言你的看法 订阅按赞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看 最后呢也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NINJA 手机配件 你手机最好的武装 好 来来来来握个手 要握手了 要握手了 来来来来来 找人家做的事情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表达方式 从长文章走到短视频 知识承载的媒介在转变 但不变的是 要记得是人类在主导科技 不要让科技凌驾人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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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